紅色轎車從內側車道 正要往中線開 同一時間外側的白色轎車 也要往內切 紅色轎車慌了 嚇得連忙切回內車道 但車身卻因此失控 這輛車開始不斷左右飄移 接著一頭撞上護欄 坦空後摸著水泥槍 拖行好幾公尺 零件一路四散 往右噴到最外側 最後車輛一個大甩尾 才終於停下 意外發生在往桃園的國道上 嚇壞不少網友 同樣是驚險一瞬間 台中這位女駕駛 嚇到冷汗直流 柳洋洞街上 一顆球突然往外滾 緊接著小男童 沒在看路 直接從棋樓衝出來 球是撿到了 男童往後退 也好在女駕駛車速不快 及時踩煞車逃歸結 同樣在台中 西屯路二段 白色轎車闖紅燈 被執行黑車衝撞 黑車用力往旁邊 彈了一下 他在一路滑行 撞進路邊包子店 一車把右手受傷 自行就醫 凌晨兩點多的驚險車禍 雙方都沒有喝酒 闖紅燈的白車 安全氣囊全部爆開 張信駕駛手不擦傷 意外當下包子店裡 還有客人在用餐 還好有機車更門助擋著 沒人被波及 有禁無限 借中部綜合報導